我明天要见到马拉拉非常激动 因为我特别佩服他的经历 因为面对面的见到这样一个榜样 在我的人生中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为他本国人争取权利的这个意愿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有勇气能够站出来 去反抗这种暴力 反抗这种强权 所以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包括他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这个行为 就我本人来说的话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经历去激励大家 我妈妈她在小的时候 是她教会了我学说话 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也不能如此流利地跟人交流 我想要拍一部和听到儿童有关的电影 根据我和我妈妈的亲切经历 告诉他们其实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和平常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让人工我赋予你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依然可以融入大家的生活 我们依然可以做到非常好 依然可以上一个好的大学 受到更好的教育 我觉得谈到be everything you can be 我觉得仍然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能做到更多的事 能跟人们交流 然后能和这个世界有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